本來我的最主要我的我經紀人就是悠悠 那教課部分是在從旁來進行一些協助 所以我其實不曉得這個說法是哪裡來的 就像婚約也不會經意改變 婚約 因為我等了十幾年才有加入一個經紀團隊啊 所以我也很相信遇到的團隊都會是當下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這個考慮 想都沒想過 小燕姐對大家來說都是一個很敬重的前輩 但是我們也沒有做過這樣子的想法 之前師傅PO那個 一小時的那個語音那個片段然後好奇碗子 有慢慢把它閱讀嗎 有 有閱讀也有聽 因為他有出了有聲版跟文字版這樣子 有聲版 對 很久也是很久沒聽到他的聲音 那是他親自錄的嗎 對啊 那是他的聲音應該不是AI吧 還是有一點感情在 你說要錄的時候 對 對啊 因為他本身他講話就很有異様 對 就問在父親節 我父親節 我這禮拜就要先過父親節 因為我爸今年非常榮幸他得到模範父親的表揚 是喔 然後他太開心了 我今天這禮拜六呢 我還要五點起來化妝衝回去苗栗 看他被表揚 然後再衝回來台北主持這樣子 對 所以呢希望他感受我這個掌上民族對他的笑心 師傅也是父親會做到父親節快樂 可是因為現在玉米連媽媽好像都還不會講 他還不會講父親節快樂 他不會講巴巴 嗯 巴巴就 因為他只會叫巴巴而已 那希望 希望交哥也是佳節愉快 所以你看到他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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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